6月6日 首艘中国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在上海外高桥造船厂 完成物内系列试验后正式出雾 标志着该邮轮整船主体建造基本完成 转入码头细薄调试阶段 据摘取造船业皇冠上最后一颗明珠填补中国国产大型邮轮空白 实现在大型邮轮建造领域零的突破这一历史性时刻 仅一步之遥 下午1时30分 在礼炮声中爱达摩都号深系敦煌飞天彩带逐渐驶出船务 现场参与邮轮建造的工作人员纷纷与邮轮合影留念 据了解 大型邮轮作为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建设综合化和集约化的巨系统工程 代表着一个国家装备制造能力和综合科技水平 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爱达摩都号总长323.6米 行宽37.2米 全船安装的零件数量超过2500万个 共有2826间舱室 最多可容纳乘客5246人 船内有高达16层的上层建筑生活区 拥有剧院 特色餐馆 购物广场 艺术走廊和水上乐园等丰富的休闲设施 被誉为移动的海上现代化城市 中船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燃峰介绍 艾达摩都号将打造真正受国人喜爱的高端邮轮度假体验 我们想要为我们的国人打造一个真正受他们喜欢的 喜爱的这么一个高端的游轮体验 举例来说 我们在娱乐方面 我们和全世界知名的娱乐公司 打造我们自己品牌的购物剧 来反映信仇制度上的故事 据悉 目前艾达摩都号总体进度为94.62% 建造进度为92.159% 根据计划 艾达摩都号将于7月和8月进行两次试航 全面验证动力和推进系统等涉及到游轮安全的各项功能 完成房舱和公共区域内装工程验收提交 并于年底交付 届时将以上海为母港开启首航计 直航东南亚和东北亚等周边国家的航线 并适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等中长航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